大家好,我是Chill 今天我們來開箱台中Buffet自助餐 佔有一席之地的心想道 話不多說,先來介紹他的菜色 但因為菜色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就挑一些重點跟大家講吧 冷盤區的慕斯我覺得不錯 德式豬腳冷盤也蠻有特色 喜歡殺魚燕的人可以來幾片 鮭魚生魚片的品質也很不賴 蝦子跟牛蹄蟹絕對能夠讓你吃回本 如果家中有吃素的人也可以一起來享用自助餐的快樂喔 冷盤沙拉區有各式各樣的紅酒醋和油 這一整大盆的起司讓你挖 各式各樣的生菜沙拉可以讓你選擇喔 水果我喜歡吃蓮霧跟這個橘子 甜點我最喜歡的就是有這一個自助的剉冰區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裝什麼就裝什麼 個人特愛脆花生夾在剉冰裡面 飯店自售的麵包也在這邊可以吃得到喔 哈根大使在這邊根本就是一個基本款 冰淇淋加料讓人開心的想尖叫 各式古早味冰淇淋通通吃得到 甜點的部分我一定要講一下 每一樣都還算蠻好吃的 是那種可以開一間店來賣的那種 奶撈跟布丁我覺得是必吃必拿 重頭戲來啦 這一區有雞尾酒可以喝 雖然是無酒精 但是對於不喝酒開車的人很方便 那想喝的人可以喝這個紅酒 或是紅酒白酒加在雞尾酒裡面 都是很讚的啦 各種好喝口味的氣泡水氣泡飲 在這邊都有 啤酒也是讓你喝到飽 徒步或者是沒開車的朋友 這一區絕對不能錯過 韓式炸雞、雞翅、炸蝦、章魚燒、日式麻糬 二刷、三刷、一直刷 還有這個太太、媽媽、小孩一直喝的 現蔥牛肉湯一定是不能錯過 燒賣的種類也非常多 個人喜歡珍珠丸、硫磺砂包、紫米燒賣和燒賣 因為這個名字很特別 就夾來吃吃看也是蠻好吃的 任何奇怪的東西都可以嘗試一下 不會很渣的渣男排骨 各式異國料理 我覺得是一定必嘗的 異國燒尿風味 蹦出新滋味 雖然我不能吃牛 但是現切牛肉 我想應該是不能就這樣給它過去啦 由於菜色太多元 所以這邊就挑選一些 我覺得是重點的給大家看 拍了好久啊 那這一間其實我滿久之前就想要吃了 那因為在台中 所以你要很剛好這樣子 那我們本來今天是想要吃 夜市 但是帶小孩太累 而且我們今天玩了一天這樣子 主要這一間是因為我朋友啊 跟我說 其實沒有比你們那邊的差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啊來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因為菜色真的很多 像我剛剛去拍啊 我光拍都沒講話啊 我就已經花了差不多二、三十分鐘了 而且我拍很快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等一下就吃一吃吃吃 然後把我們覺得喜歡的 推薦給大家 首先第一個我覺得這個章魚燒還不錯 就跟我們一般吃到的章魚燒不錯 不錯的差不多好吃了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有吃過不好吃的章魚燒 但是這個還算是好吃的 喜歡吃章魚燒可以吃一顆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每日主廚特製燒烤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這個明火烤鴨蔥捲餅 烤鴨感覺是屬於比較嫩的 然後他們正在包 包的時候呢這個 蔥捲餅是比較薄的 而且份量還蠻不錯的 來了準備來了 要ㄉㄎㄎㄎㄎㄎㄎㄎ了 我現在是第一位 來廣播要大家來拿了 我們現在拿那個小玩具就是 可以當個籌碼跟他換那個烤鴨捲餅這樣子 我們過去吧 很快就拍到了啊 然後我們也有五個 所以我們就換了五份啦 好啦 我們來吃我們的烤鴨捲餅啦 它的內餡是不是那個醬是有蒜味比較濃 然後跟那個蔥很多這樣子 然後是濕潤的 然後皮比較薄 那妳覺得怎麼厲害 像大曾經吃到的那一種口味喔 我是覺得還蠻好吃的 但是跟妳想像中的烤鴨是不太一樣的 對對對 然後它的肉啊不像是 它有點像是做的比較嫩一點 因為我剛剛有拍的時候 它做的肉比較嫩一點 比較不會那麼柴這樣子 所以是不太一樣的 尤其是它很濃的蒜味 妳有吃到那個濃濃的蒜味醬嗎 很好吃耶 但是妳要想像一下 它跟你吃到烤鴨是不一樣的喔 可是我覺得它很嫩也不錯啊 就是小孩子啊或老人家牙口不好的 就是蠔咬非常的多 我覺得它異國的東西都還不錯 像這個就是類似豬腿的 豬肋排啊 對對對 豬腿它是豬腿 磅腿 然後這是什麼 魚 魚對 然後什麼巴東牛肉 然後它還有炒那個 那個魷魚什麼的 對 我覺得這一個蠻好吃的 喔 沙爹對不對 對 沙爹豬腿 然後 就是我覺得 如果它是最熱的時候一定會很好吃 那種 就是很 異國的那種情調的那種味道 這個魚應該是中式的 因為它叫什麼 諸葛什麼 對啊 對對對 不過還真的還蠻好吃 而且很特別 你知道這個東西叫什麼嗎 這個 橙汁排骨什麼之類的 它叫做渣男排骨 渣是渣 然後男是男排的那個男 對對對 這個蠻好吃的 我蠻推薦的 所以我又續夾了 這兩個我先來吃吃看這樣 你是這輩子 沒辦法再遇到渣男的 所以你就吃個渣男排骨吧 渣男的還蠻好吃的 來吃吃看這個燒賣啊 還不錯 因為我都會試一下燒賣水準 燒賣如果 一個吃一個 就可以知道好不好這樣 我覺得它水準還不錯 不像那種就是冷凍的那一種 它現做 但是 不到很精緻 但是我覺得很可以了 在buffet裡面來說 算是很可以 說真的我們來吃 這麼厲害的buffet 也比較少會去拿這一項 對對對 它這個晚餐的價格 因為現在都破千 但它晚餐還沒破千 而且用餐時間 有差不多3.5個小時 我覺得還蠻多 但是主要是因為 我們帶小孩來 然後就可以慢慢吃起來 就可以拍下來 然後看看 這個到時候流量 還可以 補貼一下我的餐費 今天竹竹有加碼 送生蠔 哇 來拿個生蠔 生蠔 謝謝 LuckyLucky 今天主廚加碼 平常是只有 只有那個 就剛剛那個鴨子而已 然後今天就是加碼這樣子 我們來吃吃看了嗎 吃吃吃 怎麼樣 行嗎 夠生夠好嗎 它其實不是完全是生的 它有稍微處理過的 但是還是很嫩很嫩 然後新鮮的好吃 不過真的要運氣好才有辦法 跟大家講 不是每天都有 是我們剛剛今天 對運氣好 好再推薦一個 就是它這個雞尾酒 雖然是無酒精的 可是像我開車 我就不能喝酒 然後我就覺得 這還蠻棒的 重點心情好 好我們食量比較小 你來吃冰淇淋的 吃甜點的對不對 這是我剛剛咬一口的 喔 啊它好吃嗎 這個皮 皮好吃 對啊這很特別 這個是很像 珍珠殼 棒盒 很像炸冰淇淋的那一種 對對對 蠻特別的這個 它當然一定也有 Hugandus什麼的 來你吃一口好吃嗎 好吃 好啦這是我三刷的東西 基本上我覺得它的炸物都還不錯 然後我覺得它的炸蝦很特別 就是特別的好 就是它蝦子不會那個皮很多 然後我很喜歡吃它這個韓式炸雞 因為韓式炸雞的皮也蠻脆香好吃的 那當然我都會挑在最熱的時候去吃 然後雞翅也好吃 然後我覺得這個最特別 我覺得它跟我們一般的麻糬 吃起來有更好吃一點 它下去很軟 對它真的用的這個蠻好吃的 蠻燙的喔 對因為太太剛拿起來 我就去拿了 是不是不錯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 烤棉花糖的口感啊 對它比較綿一點對不對 對真的 跟我們一般去那個什麼燒烤店烤的 都不一樣 不一樣 對雖然說看起來好像很像 可是它吃起來蠻特別的 它裡面是整個是掛掉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特別好吃 所以你先進入它要液體的 我咬了一頭這個啊 你看 它蝦子的體積還蠻多的 對 然後粉呢 就是 它是屬於這樣一粒一粒出來的這樣子 所以 因為我剛說 這蝦子小小隻了 可是呢 它那個蝦子小小隻 就是整個就是它的體積 對對對 它的粉裹得很薄很薄 因為我很不喜歡就是吃蝦子的時候 然後 咬出來的時候 都是那個 對啊 就有時候會咬出一整隻蝦子的那個粉 這樣 就感覺很不好這樣 這個還不錯 好啦 這個手捲啊 我覺得蠻推薦的 那 推薦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裡面沒有飯這樣子 而且你看這樣子對不對 一口就可以吃下去啊 然後 裡面東西都在裡面 所以感覺蠻好的 然後你吃一個看看 嗯 你特別是包烏魯子的 第一次看到耶 對 但是師傅不一樣 它稍微會有一點下手的份量 會不太一樣 剩這個就是包的 比較大一點點 好 對比較口感比較讚一點 對 對 所以現在沒辦法一口了 所以我剛剛講一口的時候 我自己塞下去 它大概是兩口左右了這樣子 那我覺得一口跟兩口都不錯 因為 一口進去的話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吃完這樣 其實重點 反正吃到飽啊 對 好啦 這是我二刷的生食的部分啊 那我基本上我就是 鮭魚 我愛吃鮭魚 然後它鮭魚啊 你稍微要挑一些時間 因為整隻鮭魚 不可能每個地方都特別有 可是 它剛切完的時候 有油的時候我就會吃 然後這個品質就很棒 其實這邊品質都很棒 這是我故意挑的 對 但你還是會有一些 部位是比較沒有那麼好看的 然後我自己特別喜歡 不一定 搞不好你覺得油了它不喜歡 也是會有這樣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它的這個蟹啊 還有蟹黃 這盪蟹我平常是不會拿 可是因為我今天看到它有蟹黃 它其實是剖半讓你拿的 對 然後你就從側面可以看出來 這個蟹它有沒有蟹黃這樣 然後我覺得它很貼心 是它很幫你處理好了 對這一點真的是很棒 所以殼輕輕一拉就開了 所以你很輕易的可以吃 所以你很輕易的可以吃 不用剝的它滿手這樣 對對對 所以這一點還不錯 然後這個是有一點炙燒的 我剛剛吃也還不錯 它有刷一些醬料在上面 吃起來也蠻好吃的 所以我自己又有二刷 就是三刷了 好啦我們太太去拿了這個 台南牛肉湯 現蔥 對現蔥 她有說台南嗎 基本上就是台南名產 我看起來它那個肉像是雪花去沖的這樣子 基本上都一定要有一點油脂 這個湯很清甜耶很濃耶 我喝起來我覺得蘿蔔的味道蠻濃的 不知道是不是用蘿蔔去熬 這個是鹹檸檬薏米老鴨湯 應該是這樣子 名字好長 對因為我看到特別的東西 我都想要點點看這樣子 所以我有看到 對我剛剛沒注意到我才看到 然後覺得哇很特別 我就馬上點了 它很特別就是它吃下去的時候 有那個鹹檸檬的味道 然後裡面有薏米 然後這個薏米它吃起來特別 有一種顆粒感我還蠻喜歡的這樣子 它這個湯很有味道很好喝 鹹檸檬是像我們喝港式那種鹹檸檬嗎 不是像那種乾檸檬有沒有 然後鹹的 對對對 然後像這樣 然後這個鴨子也不錯吃這樣子 蠻柔軟的這樣子 對啊然後會冬瓜這樣子 這冬瓜有燉熟有燉爛 是不燉熟有燉爛 而且這鴨子真的還蠻軟的 像剛剛我們烤鴨那個鴨子 它捲餅的鴨子也柔軟的這樣子 好終於進入到甜點時刻了 你拿一買來的剉冰 沒有啦就是我們 如果覺得吃哈根大使來這邊太正常了 如果說吃一點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平常我們都是老闆怎麼配 我就怎麼弄 然後這個就可以自己來弄這樣子 還蠻爽的 弄得蠻漂亮的 蠻像真的外面賣的剉冰 因為我很喜歡吃這個花生這樣 所以我就加一大堆花生 看起來很香 比較古早味然後跟這個 湯圓 對對對 不錯 不錯不錯 這杯給你 這杯叫什麼你知道嗎 這杯叫什麼 番茄梅啤酒給你 超厲害喔 對啊我覺得蠻厲害的 看你喝一喝會不會今天晚上會 對我不要這麼不客氣這樣子 這杯基本就是 它真的有酒精嗎 有有有它就是都啤酒了嘛 而且我還特地幫你 留了兩顆梅一直在裡面這樣 很片梅啊 對啊 又渣男又片梅啊 對對對 我們也差不多要結束了 我們就甜點拿了一些 我覺得它這個蠻特別的就是 它有大的有小的 但有些人不想吃那麼大 還可以吃小一點的 而且看起來好吃之後我就拿了 然後我剛剛看到這個 其實很不想拿 可是我看到它字 它寫北海道三個字 我馬上先拿一個對不對 覺得應該蠻好吃的 蠻特別啊這是什麼檸檬派 我們吃吃看好了 好 你說我容易被洗腦 好不然你吃吃看嘛 搞不好超厲害 好啊 到底誰洗腦誰 好啊 看起來是真的蠻不錯 對啊 很細緻 吃看看我覺得它 我還特地挑北海道多一點的地方 有沒有 北海道多一點 對啊因為一定是這個奶油是北海道 然後不能是這個巧克力北海道 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齁 這奶油真的不錯 對啊因為我們後來看到這個 就是飯店的這些Buffet 對啦齁 它通常配置的東西有一些 比如說如果是千葉的話 就可能會是比較不好的 我跟你講 它的蛋糕沒有很乾 因為通常這種蛋糕都已經崩乾了 就是很不行了 可是它是濕潤的 真的真的可以可以 可以齁可以齁 有北海道的感覺齁 有有有 所以結論就是我們錯怪它 它真的有 我剛剛 少過甜點櫃我真的沒有一樣想拿 可是這個真的好吃 真的真的 所以它其它應該也不錯 它有寫北海道我才拿的 真的真的 我們吃吃看這個好了 小的給我 帶來給你 好 什麼 我不想吃太多甜點 這個就是比較像布丁一樣 它 你看也進去還好 可是你後來會感覺到它 這個布丁還蠻濃的耶 但香味很濃耶 這個也可以耶 還不錯 然後有堅果也蠻好吃的啊 你吃吃看啊 好 其實現在保得要命的 還硬要吃了 嗯 還不錯 一開始你吃的時候 會覺得它像凍 可是你後來吃下去它其實是很濃的 它很像小朋友吃的那種 小顆小顆的那種 雞蛋布丁果凍的那種 好 最後是這個檸檬塔 來咬一口吃吃看 它蠻特別的耶 因為它是用那種 傳統的那種蛋塔的這種酥皮 然後去內餡真的是那種檸檬塔 非常檸檬塔的那種內餡 所以會有一種 新舊融合的感覺 其實我原本也沒有想要拿它 可是我看到它上面有檸檬皮 所以我拿了 對 它真的是檸檬塔 我跟你講我拿這些東西 絕對有我的理由的 你理由有夠多 好啦我們邊吃冰淇淋邊總結啦 你一定很好奇 欸有哈跟大使你幹嘛不吃 吃小美幹嘛 哈跟大使我很常吃啊 哈哈 我們之前真的很常吃這個吃到飽 我是覺得小美冰淇淋有巧克力的 我還是第一次見耶 沒有我常吃 小時候買小美冰淇淋都只有買到香草的過 對對對 其實主要我們來這邊就是挑你自己喜歡吃 那我們家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癖好這樣子 那大家如果來吃Buffet的時候呢 就可以自己挑自己喜歡吃 像我覺得今天 你看到發現我都沒有夾什麼生菜沙拉 我覺得我就想要吃肉 所以就是想說我們今天來吃Buffet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就是Buffet的精髓 對對對 我剛才吃小美冰淇淋光 我要不要吃哈跟大使 對對對 小孩想吃披薩就披薩 管他貴不貴 就是這樣子 然後全家人來吃飯 然後大家挑自己喜歡吃的這樣子 好啦我們今天先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